双十国庆天气晴朗 台中知名乐园 涌入了五千人进园游玩 而在彰化地区彰化鹿港 小吃店的生意呢也是提升了两成 另外来看到在南投知名景点 涌入了许多的人潮 而在和欢山武林啊 有很多的热血青年冲去看日出 民众路下和欢山武林 大批人车挤爆路上 一整排机车大啦啦停在路边 当起路坝占用道路 仔细看还有菜车也卡住了 现场排起长长车龙 整条马路挤得水泄不通 武林停车场被挤爆 车尾一味难求 酿交通大打劫 警方赶紧上山疏导人车 10号凌晨2点30分 陆续有民众上山卡位 要在国庆日这天抢拍日出 还有民众举着超大国旗挥舞 对着镜头军开行毕业 有心又有趣 不过人多也引发不少交通乱象 本日一共举发交通违规七件 另外有受处理 普通重机车A2交通事故两件 双十国庆放假一天 不少民众趁着好天气到清静农场喂养 入园人数持续攀升 早上入园人数大约2500人 预估今天的入园人数会有3000人左右 草屯99丰动物园也预估突破1500人次 国庆日当天处处涌现人潮 一同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记者南投综合报导